早安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新闻百宝箱这个单元里面 志平跟您来探讨这个话题 我想过去在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我们看到所谓的三倍券 也就是从前我们说的这个振兴券 已经开始公布了相关的细节 那到底它的相关的效应如何 是不是会有它的效果出现呢 最近媒体有相当多的探讨 而我们今天要带您从专业的角度切入 来解决大家也许对这个 所谓的三倍券的发放也好 或是效应也好的一些误解 或者说是它会有哪些观点 是值得我们来观察的 特别跟您介绍 我们今天连线的这位是专家 是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中心的副主任 邱达生 邱副作 副作 您早 赤平兄 还有听众朋友 大家早 是 谢谢副作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副作 我想先跟听众朋友 简单的再说一下这个新闻 就是在六月初的时候 行政院长苏贞昌他开了记者会 把这个振兴券定名为振兴三倍券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简单的说了 就是民众花一千块钱 就可以变成三千块钱 那当然使用的效期 就是在七月十五号开始到 十二月三十一号今年的年底 不限年龄 那除了两千三百万的国人之外 另外十五万名有居留权的配偶 也可以领取 就算是这一段时间出生的新生儿 也只要来得及 也都可以领取 当然有一些使用上的限制 副主 我想先来请教您 就这个发放的这个方式来说 因为有好多种 比如说要去邮局 比如说要这个点点点点 方式很多 我可不可以先请您来评论一下 这个发放的方式会不会太复杂了一点 我觉得说现在发放的方式 有很多的管道 那基本上这个方式 似乎是类似之前的 这个口罩领取的方式 那所以说也是可能就是说 这个执政团队呢 他在看到这个口罩领取 算是还算这个整个流程蛮顺畅的 因此把这个方式应用 在这个三倍券的一个领取方面 那比如说像长辈啊 比较不熟悉这个上网预定的这些程序的话 那他们就可以直接呢 在7月15号开始到邮局去领取 所以我想应该是某种程度上 有考虑到这个社会各环节 各个阶层的一个便利性 好 就是领取的方式 其实是适合于每一种不同的 这个民众的这个需求 可以让大家选择自己所需要的 或所适合的方式去领取 所以应该是非常便利的 那么另外大家就来问说 这三倍券你要先花一千块钱 然后再可以拿到三千块钱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会不会想说大家会觉得 好像为什么是我先花了钱 我才可以领到这些回馈 这是一个疑问 那另外呢 另外就是大家也去质疑说 那不是说发现金比较好吗 美国都可以发现金 为什么我们不能发现金 有关于这个疑论 可能会是经济学上一个 很重要的一些原理 所以这个时候 傅作我想请您为我来解说一下 大致上原来的学理是什么 那真的发放振兴三倍券的这个方式 应该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吗 我想这样子 一千换三千 基本上还是理论上是有诱因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相较于国际主要经济体 我们的防疫是做得不错 所以我们以国家资源的配置来讲的话 我们是超前部署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资源 投入在这个超前部署 那现在受到疫情冲击 比较严峻的欧美国家 等于说是部署不够及时 那因此呢 他现在把资源投入在这个现金的振兴方面 所以说看你大概你的资源投注 是在哪一个时间点 从这个国家的这个资源投注的 这个时点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 民众应该是可以比较释怀 那从经济的效果来看 你如果说直接发两千块的话 也就是只有两千块 每个人投入这个市场的振兴 但是一千换两千的话 就是整个是三千块 那他其实现在执政团队 他们认为说有千亿的效果 他是怎么算 就您刚刚讲的这个台湾的人口 再加上其他的这些新移民等等 那三千乘以这些人口 大概就差不多是七百亿台币 那因为他规定不早零 那不早零一般而言 这个动计的话 你如果大部分拿这个实体券的话 你譬如说有两百块的券 你不会是譬如说买个一百九十块的东西 叫店家不要找 你应该会买这个超过两百块 对不对 那因为一共有九张券 那我们保守估计 每个人多花一百块 那就多了大概二十三亿 那商家收到这个券呢 因为要大概八天才能够去兑现 所以说呢 他也有可能把这个券再次流通到市面上 因此会创造额外的两百七到两百八十亿 这整个会有千亿的效果 那你看他规定是12月31号之前要花掉 对不对 所以说很明显的 他是要拉抬今年2020年的经济 那因此这千亿呢 要对照去年的台湾的GDP 大概是18兆8800亿 那所以呢 其他条件不变 会有0.53%的一个经济成长拉抬效果 0.53% 整个GDP的贡献有这么的高 就是必须是这一个边际消费倾向要扩大 等于说民众呢 拿到这个券呢 必须是额外的发花费 我刚讲过其他条件不变 就是说你这些券 你如果去买 你本来就预定的这些民生用品的消费的话 那么它的成数效果就会比较有限 你必须去买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很想要但是一直舍不得下手 但是现在呢 似乎是可以拿到2000块折扣的东西 那这个就会引申这个成数效果 就是让这个边际消费倾向能够扩大 好 所谓的边际效果 我们可不可以请傅佐再问 我们多解释一点 也就是说你不光只是去买牙膏啦 鸡蛋啦 米啊 这些都是基本需求 对不对 不光是这些哦 你还多买一些其他的 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拿到这个券之后 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拉来经济效果会最高呢 对 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这个烹饪啊煮东西啊什么 我们一般就是电锅嘛 可是呢如果说举个例子 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叫气炸锅 觉得很不错 可是呢你又觉得说那种大概需要性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拿到这个券之后你去买 那你买了这个锅呢 它有相关的这些零件呢 那这些零件呢 其实都代表不同的供应商跟生产者 所以说你买了一个锅 那基本上就是说对拉台 这个气炸锅相关的这个产因产业链就会有加成的效果 所以说如果说拿到这个券呢 其实我认为说拉台经济效果最显著就是买耐久材啦 耐久材就是电器 那这个的话因为你买这个东西 它这个产品呢 它其实有很多的零件 那很多零件代表很多的不同的供应商跟不同的制造商 所以整个拉台活络经济的效果就会很显著 这个就是这个你要去买那种平常 不是日常用的柴米油盐 那这样效果就会越显著 那所以说要扩大这个效果的话呢 就是你发放的时间点也是重要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来谈就是说三倍券跟马正福时代的消费券的一个不同 其实这两个券我都没有意见 就是他们都会有一定的乘数效果 但是三倍券的乘数效果为什么会比较大 因为这个行政院长他在进行这个记者会 说明这个三倍券的时候他已经有提过 就是说已经有千万人受到纾困 然后现在7月15号要发三倍券 所以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讲他的这个想法跟规划 也就是上半年纾困下半年振兴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当需要纾困的民众受到纾困之后 下半年的这个振兴呢 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会引起民众想要买一些不是日常生活用品 不是日常的生活用品 可是马英九时代他那时候的消费券也不是说不好 但是他发放的时间点刚好是在经济下行 股市崩盘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放这个券呢 就一般民众还是会不会去改变他的消费行为 会拿来买他本来的日常地区品 所以他的乘数效果就是相对比较低 原来有这个背景 哦原来如此各位听众在经过邱大生副主任的解说之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于所谓的三倍券 他将来在发行之后真正实行的效果 为什么会比较好的原因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拿这个三倍券消费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买的是耐久财 我们要买的是一些平常也许舍不得买 但是呢因为这些个耐久财 他所后面代表的供应链 他是这个生产的厂商来讲 其实是对振兴整个经济有更多的帮助 才能得到这些振兴的效果 那经过台湾经济研究院的景气预测中心的副主任 邱大生的解说之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的了解了 傅作 那这个接下来我想继续再请教您 那这个有关于电商的这个部分 我相信是过去 这个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形式 因为电商这几年来在台湾呢 可以说是蓬勃的发展 那在这个三倍券里面 并没有限制电商的使用 电商的购物来使用 但是呢其实是有一些限制 比如说有几项东西不能买 点点点之类的 这些细节 我想听众朋友自己去注意就可以了 但我想请教您 可不可以也请 傅作来为我们评论一下 把电商这个领域加进来 其实对于整个振兴券的这个效果 它的发挥也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觉得电商加进来这一块 是因应这个现阶段 民众购物的一个习惯 因为我记得这个三倍券刚开始发放的时候 本来是对电商是有一些限制 是后来才这个从善如流的开放 因为可能因为民众的消费习惯 很习惯在电商的平台购物 那刚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发展之初 其实电商某种程度上是受惠的 因为等于说这个消费行为改变 那实体店面一般生意比较不好 所以说民众习惯透过电商来购物 所以他当初的设计学觉得说 那这个三倍券应该用来振兴 受到这一波疫情 冲击比较大的一些商家 一些企业 但是后来再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从善如流也不错 因为不见得很多的电商都是那种巨规模的电商 有一些电商其实他是跟这个实体经济有一些连接 就是说他本来就有实体店面 然后他在另外额外从事电商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只要能够促进民众有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意愿的话 应该都是可行的 但是在电商的部分当然就是说 他的一些希望衍生的额外的那些民众的消费 可能就会打折 比如说像在电商的话 你就不会再受到那种票面 比如说200块500块那种不早零的限制 那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话 大概是效果有一点打折 那对于这个使用消费的方式 像很多菜市场小的摊商 通通都可以使用到 所以这个部分的设计其实也必须是如此 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某种程度上 虽然说我们提到这个购买耐久财 它的这个陈述效果会比较大 但是因为这个受到这个疫情的冲击 其实没有不具规模经济的这些比较小的店家 或者说甚至这个餐饮的旅游 其实也都需要振兴 虽然说可能这部分已经纾困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能够提供他们一些振兴的一些诱因的话 那当然是对这个下半年拉抬台湾的这个民间消费 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台湾三具引擎 投资消费跟出口 那在疫情冲击之下 似乎对消费跟出口的影响比较大 那今年台湾投资其实是有支撑的 因为这个台商把产线移回来 再加上供应职业的投资等等 但是如果说下半年能够顺利的拉抬这个消费这具引擎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让台湾今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表现 能够优于其他的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 也正好趁这个时候 我们想来请教副作 就是刚刚也您提到了 投资消费还有出口这三具引擎 那我们如果单就这个出口这个部分来看 今年呢 到目前为止这大半年 其实全球的经济都是微缩的嘛 那台湾整年的经济的影响 大概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呢 我们如果说参照这个主计处最近的预估了 还有我们台庭院自己的看法的话 大致上很清楚的 大概是今年可能消费跟这个出口相较于去年同期 就很难达到正成长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很多大部分的这个欧美国家的需求都萎缩了 那我们台湾呢又是这个亚太供应链的一环 当你最终财货的需求萎缩的话 这个供应链运转的力道大概也不足 但是所幸我们今年大概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就是台湾经济赢起跑点 第一季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负成长 但是台湾居然有1.59%的一个胜成长 所以说我们赢在比其他国家有优势 就第一季我们表现还不错的 那第二季之后虽然说受到冲击 但是今年其实我们政府大概也知道 今年要落台经济最主要靠内需 特别是投资的这一块 那因此固定投资基本上还是有支撑 还是很长 那此外政府投资在这个沿岸风电 跟公营实业的一些投资 其实今年都是很亮丽 所以说保一确定是没有问题的 应该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再加上这些正线的方案的话 那其实也不必像其他的欧美国家这样子太过这一块 是的 好 这个当然在这么样子的一个严峻的经济情势之下 所谓的三倍券 振兴三倍券的发行就当然更有其必要了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的副主任邱大生 我们请副作为我们来解说有关于这个振兴三倍券发放之后 我们看到他相关的一些设计 其实民众有一些疑虑 但我们不妨利用今天副作给我们的解说 其实好好地享受三倍券带来我们的这个未来生活上的改善 或者说甚至于是看到经济数据非常亮丽的一些表现 谢谢副作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